六搶一奧運棒球最終資格賽 原定於4月1號開打 不過受到新冠肺炎影響 確定延期至6月17號到21號舉行 比賽地點仍是台灣 其實我覺得對球員來說這個問題不大 因為職業一定都在賽季中 那業餘球員大概是春季年在結束的時候 那獲得一些短暫的休息再出發 而且球感也是沒有生疏掉 那反而是更好的身體狀況來迎戰這個比賽 可能對比賽的感覺會更有 就打到6月那時候已經是 比較有進入比賽狀況那種感覺 高張力那時候 是按比賽延期 不過中華隊早在2月18號召集業餘四投 吳升峰 王宗豪 余謙 陳柏玉 展開第一階段集訓 因為職棒春訓他們訓練的情況 因為畢竟也沒有接觸過 還有這邊的設備球場 那還有進來也有許多熟識的朋友 交換一些心得 那不過第一天進來的時候 覺得自己好像能力變強了 因為來到這裡都變漢將了 除了觀察中職與業餘好手 多名人在等待合約的旅外球員 包含王維忠 曾仁和 郭俊玲等 也都在洪總的觀察名單 3月4號樂天宇寒指英雄熱身賽 中華隊吳思賢教練也在場邊觀戰 先發的郭俊玲 四局送出4K被撬出4隻安打 其中包含一支揚春炮失掉1分 最快球速144公里 第一局的第一個打者可能因為 頭前兩顆就落後所以可能自己知道說 自己可能動作上面的完整度 還有延伸跟腳的運用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完整 那後面就是武守 四豪跟投手教練 他們都有大概跟我講一下說可能 就是在對我前十顆啦 可能動作完整度比較沒有那麼好 稍微注意一下那個點 應該空缺比較不會差太多這樣 今天的比較滿意應該就是沒有保送吧 因為以後我在投球大家都會覺得保送率很高 那今天沒有保送其實我覺得滿滿意的 接替上場的王維忠 中繼兩局送出3K 最快球速150公里沒有失分 我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都是在好球速領先啦 除了追一個打者 今天也滿積極的去進攻好球帶 所以我覺得整體感覺都還不錯 球速也有出來的 至於美洲區資格賽 仍照場於3月22號舉行 第一名將直接取得奧運門票 二三名則要與台灣、澳洲等國參加六搶一 爭搶最後一張奧運門票 超級有的 明星已經收集了 我們到達了 有的 各種會不會有大 有的 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